南投農田水利会每年都会在各个取水寸举办普渡活动 就是希望每一年都能够取水顺利 且让农民都能够有灌溉水可用 也祈求所有农民以及工作人员都能够平安顺利 农民每年都会主动传一些行列 用车来这里也是既有五国大家随时防守 一年一遍来这里防守我们会保护在那里 使我们水准上水随时 前议员简俊廷肯定南投農田水利会的用心 在每一个取水寸都举办普渡仪式 让农民都不必担心无水可用的窘境 而当地农民都十分踊跃参与普渡击败仪式 期望每一位农民都能够五股丰收取水顺利 南投農田水利会 每年在七月十五 在他们超顿的土生冬作站 都会记性一个很正代的中原葡萄 最主要在土生冬作站这个地方 基盘这个中原葡萄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为了感染这个水准 五路十方的所有的很多 这些中心和福建在那里都有三个 所以每年都在这里基盘一个很重要的葡萄 在每年农历七月半的这一天 南投農田水利会都会准备丰富的祭品 供给好兄弟们享用 现员监俊廷祈求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位农民 以及工作人员 都能够平安顺利的取水及工作 接着六串草屯采访报道